歡迎觀看收聽環球觀察 讓我們觀看這個世界共同分享 以開放的心態多元的視角看世界 中美貿易戰打下來不只銀行受傷 連我們這個四小龍亞洲部分也不好 包括亞洲四小龍的GDP的部分 你看台灣很厲害 台灣從今年第一季以來跟第二季 其實我們跟去年的變動差不多 可是你看相對的南韓 包括香港跟新加坡衰退的非常嚴重 香港跟新加坡是0.7% 其實我們之前有談過 香港很多有錢人急著把錢會去拿 會來台灣也有 但是很多人就會去新加坡 難道新加坡是未來的下一香港 你從這個失業率來看其實不見得 因為失業率 剛剛公布的失業率 已經創下10年來的新高 差不多2.5% 那所以你要大家注意 其實新加坡也開始面臨到一些問題 我們往下看這個 莎莎國際這個零售商 他是賣什麼 賣一般的零售這個美妝的 那他最近公布的新聞 12月才公布的新聞 他要結束在新加坡的所有的零售 所有的零售店面 為什麼 就顯然新加坡的這個零售也開始動搖了 他在這邊賺不到錢 大概是連續7年虧損的情況 終於要收了 那莎莎國際其實資金很紅 為什麼紅 因為從2009年香港開放這個陸客 來去香港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利潤表 下一張這個利潤表 他過去利潤是一路暴衝的 股價也漲了1900% 對你沒聽錯 那股價大漲 背後當然就開放陸客來香港 那就跟我們台灣人去日本 都喜歡買美妝一樣 那些陸客到香港 就去沙沙百貨買美妝 可是最近開始往下跌 為什麼 因為香港的消費力不在了 所以他看到他的利潤 我們看到盈利潤跟利潤 持續的往下衰退 所以最近我們看他公布了 第三季的財報的情況 第三季財報的情況 也非常差 怎麼差 在香港這個地方衰退兩成 在香港這個地方衰退兩成 所以他是有受到衝擊的 所以認為 我認為他現在可能香港的店鋪 可能也會開始準備要關閉一些了 所以值得大家 那這個是零售業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零售業也是 這個大家去這個機場 應該都有看到 360 360 這個地方優品360 他就是在香港 如果去機場 他賣那個歐美妝給弄小零食 在香港很多地方也有 那他就是反送中之下 最大的受害傷 因為很多人去砸店 這是他財報自己寫的 財報上面寫 統計下來 我們被砸店 大概五十幾家 這全部都要認利的虧損 那其實這是照10月的資料 其實11月 我們知道反送中越來越烈 他被砸了一百多家 那只是還沒進到財報裡面 那這不也是零售大廠嗎 那你說這種小額的零售 不管莎莎國際 還是優品360 都受傷了 那大家的這個 就珠寶的 這個珠寶的會好到哪 這個周大福珠寶 不好意思更慘 在中國的地方已經消退了 但是在香港這地方 消退更嚴重 44% 這可以說是斷崖來形容 最少說一般人 連這種零售消費的小東西 我都買不起了 我怎麼還可以消費 這種高端的珠寶零售 所以我們看中美貿易 打到現在 其實對中國 還有不管香港 甚至全世界的投行 都面臨到一種人力的篩檢啊 或者是財源 或是關店的一種風潮 所以大家是比較辛苦的 那我問一下 王好大哥 這個老王剛剛整理 給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亞洲四小龍 今年整體的這個貿易的表現 經濟的表現 那當然台灣相對樂觀 那南韓出口重創 那香港事實上 今年一般的預估 不要衰退都很好了 那所以狀況是不容易樂觀的 那新加坡的外貿 事實上也受到衰退 跟傷害 然後我看了一下台灣的 出口的結構 對美國出口成長17% 對日本成長1.5% 然後對中國衰退6.4% 對歐洲減少5% 那對東協減少7% 所以台灣今年是 對美國成長的部分 抵掉歐洲 中國 東協 然後呢 歐洲我們整理過好幾次 我未來也會再做一個 意大利專輯 事實上歐洲今年核心的德國 都受到中國衰退影響 德國等於是歐洲的中國概念股 就是它的雙低啊 然後它的一些製造業啊 也受到傷害 那所以呢 中國的市場 台灣事實上是減少的衰退的 然後歐洲也減少 然後東協事實上也減少 但是美國一枝獨秀成長17% 所以美國補掉其他市場 所以換句話說 整個貿易戰的調整 台灣的出口 台灣的貿易 事實上本質內容也受到調整 隨著2019年接近尾聲 美國公布的經濟數字強勁 達到了連續11年增長的最高水平 特朗普總統認為 這說明他應該贏得2020年的連任 但是觀察人士說 未來存在的一些風險 可能會動搖經濟和總統連任的信心 來看報導 特朗普總統正在與華盛頓的彈劾程序作鬥爭 不過特朗普希望大多數美國人 關注美國創紀錄的股價 我們已經啟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數據顯示 美國失業率已經降至3.5% 是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這進一步提振了特朗普釋放的信息 這將幫助特朗普與選民建立聯繫 經濟表現良好或者表現不佳的時候 總統要么得到讚譽 要么受到指責 但美國的經濟狀況真的很好嗎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說 工資和貧富差距加大 使特朗普總統忽視了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目前的情況 是哪些處於高層的人 吸走了所有的財富 而其他人卻被拋在後面 美國選民將在11月決定 誰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 經濟仍存在許多的不確定性 美國政府正在與中國等貿易夥伴 進行談判 分析師們警告說 致使得投資者惶惶不安 現實情況是我們仍有已經施加的關稅 還有更多關稅的威脅 例如未來美國和法國間的貿易爭端也在升級 美國人對現任總統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 隨著決定性選舉年的臨近 對美國經濟實力和收入不平等的質疑 可能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美國新聞網站Axos13日報導說 世界銀行曾要求台灣籍的雇員 必須持有中國的身份證明文件 才能保住職位 世界銀行的發言人表示 世界銀行資深主管在得知後 立即採取行動糾正 台灣中央社星期六報導說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說 對於這一報導 台灣外交部正在查證是否屬實 台灣外交部表示已經掌握相關的情況 將持續透過國際友人的協助 希望促使世界銀行更正這一做法 以維護台灣人的權益 台灣外交部還呼籲 包括聯合國在內的所有國際組織 切勿基於政治考量 打壓和歧視台灣人的平等認知權益 在美國的中國女子 41歲的李東元 通過非法手段 協助中國孕婦來美產子 並且從中謀取暴力 她在今年早些時候 對罪名供認不惠 現在面臨最高15年的星期 下面我們就連線美國之音記者宇舟 來為我們介紹詳細的情況 宇舟 您好 您好 報榮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案子 受到很多的關注 那看點有哪些呢 好的 我們來談一談 首先第一個看點 就是美國政府首次對 所謂的月子中心發起了刑事訴訟 剛才您也提到 最高面臨被告 李東元最高面臨15年的刑期 但是這個糧刑是剛剛在 美國西部時間一點多下來了 那麼它的糧刑可能你會吃一驚 嚇一跳 它其實只被判了10個月 那麼這是由南加州的Santa Anna 就是聖塔安那地區法官 他所進行的糧刑 那麼對此就是聯邦檢方是相當的不滿 說應該給他判數年的監禁 而不是僅僅10個月 而且是因為這個被告 因為他在監獄裡已經呆滿了這個10個月 所以良性臭他立即就可以走出法庭 就是一個自由人 那麼這是這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案子的經濟暴力 我想這也是最吸引眼球的 那麼通俗講的 他所經營的這個行業是叫富美產子 那麼它是在洛杉磯南加州的 這個不是洛杉磯南加州呈現的 這個Irwan經營了一家這個月子中心 名字叫US Vacation Resort 中文是叫優孕母嬰會所 那麼它的收費是從1.5萬美元到5萬美元不等 那麼根據這個收費的多少 就是如果收的多的話 提供還有額外的好處 比方說到迪士尼樂園 也可以免費的遊玩度假等等 這些孕婦是被安置在呈現的大約有20套 豪華公寓中 那麼理工員它的客戶是包括 中國的醫生律師和政府官員等等 就是所謂老百姓所俗稱的 所謂的這個高端人口 那麼它是聲稱 它的這個服務的客戶是多達500 超過500人 那麼它這些客戶在美國是住三個月 那麼它也說自己有100人的工作團隊 那麼同時也在中國發展中介和這個雇員去廣為網羅孕婦 初步的算一算的就是說 如果它每個孕婦淨賺5000塊錢的話 如果是它服務了500人 算一算的它的這個淨收入呢 是應該在250萬美元以上 那麼還有就是聯邦政府對它的這個搜查發現 這個月子中心它在兩年之內就獲得從中國電匯來的300萬美元 那麼僅僅在2013年就賺錢是多達了200萬美元的這個利潤 它本人就是李東元居住在城縣爾灣的一棟豪宅裡 那麼這個呢可能並不奇怪 但是接下來就說它這個豪宅裡它是僱用了數個這個用人 而不是一個啊 所謂這個housekeeper加一個S 那麼它有好幾輛的這個奔駛車 那麼現在的美國政府繳獲了它一套房產 繳獲了六部汽車 還有100多萬的銀行存款 十根金條十個金幣 那麼還有數款的這個金香脸從排場看的 恐怕它賺的是不止250萬 那麼其次一點就是移民詐欺 就是說它承認串謀實施移民詐欺和簽證詐欺 那麼它在這個廣告裡講呢 說美國國籍是最受歡迎的國籍 美國擁有軍事政治科技和文化優勢 這個還有13年的免費義務教育 污染更少以及退休的這個 更好的退休福利和高質量的這個健保服務 那麼他們呢就主要是教所這些孕婦呢 如何規避美國的移民規則 那麼比方說呢 怎麼樣回答這個簽證官 那麼就是說呢 謊稱自己是會在紐約洛杉磯等地 僅僅是待這個三個星期的時間 那麼而且呢 他們申請的這個簽證呢 是分了兩段 就是先到夏威夷 然後呢 因為他說在夏威夷呢 是容易這個入關 然後再轉機到洛杉磯國際機場等地 而且呢會謊稱說 會驅住在這個五星級的高專輯友店 比方說特別提到這個川普夏威夷酒店等等 忍描述 好 你看 Gro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